過去有一段時間 美中台是連線一起抗中的 這個選舉結果出來之後 不管是川普當選 或者是拜登當選 這樣的一個格局 會不會有任何的轉變 我個人認為 川普最近他經常常說的一句話 就是說我當選之後 我要清掃華盛頓的沼澤 就是說亨特拜登的 一連串的各種各樣的 同俄門 同中門的各方面的問題 那麼最重要是亨特拜登 和中國的一些金錢上的交易 是變成一個 川普成為的華盛頓的沼澤 但是他跟亨特拜登的 這個金錢的報告 不是被說包括這個帳號 包括報告的內容 都是虛構的嗎 但是川普他說是真的 他如果上台以後 上台以後 他一定會往下追查這個事情 那麼追查這個事情 就會牽扯到中國的問題 那麼也就是說 現在川普跟中國的對抗 是不僅在貿易上有對抗 在高科技上有對抗 在南海問題 疫情問題 在很多問題都有對抗 在對抗之間又加速一個 這個華盛頓沼澤的問題 你北京一定有責任 那麼他也就是說 他會更加旗幟鮮明的 和中國對決 那麼在這種情況 我想請教一下 有一種說法 說拜登是生意人 他會有很多面跟很多手法 可是他過去的時候 一邊抗中 可是一邊貿易又跟你談 所以未來他當選之後 他沒有包袱了 他所謂之前很強硬的抗中 為了選舉 為了選票 接下來也許他有不同的做法 這個有可能嗎 我認為不可能 就是川普他首先的 就是在選舉前幾天又出版了 你覺得他維持抗中的路線 一定 因為他會加強嗎 他認為他第一個任期的 他的主要成績 就是在打壓了一個邪惡的 一個中國和中國抗爭 是他的第一任的四年的一個事情 那一個重要的是成績 所以局長你覺得抗中是他的使命 而不是選票的考量 不是 他的抗中的 就是說他現在從 就是抗中 從一開始從貿易戰爭 一直一步步升級到 現在變成全面對抗 那麼這種 如果川普上台的話 這種趨勢是回不去的 所以你覺得 如果假的是川普連任的話 對台灣是更有利的 如果照你這個方式去推演的話 當然了 他現在打造的所謂的 印太小北約 其實就是說 聯繫日本 印度和澳大利亞的力量 一起抗衡中國 可是川普對北約的背信的狀況 你何以認為說 他對台灣的小北約 會更加的有投入呢 因為他過去的 他現在不把俄羅斯當作敵人 他也把中國當作敵人 這邏輯上連在一起了 那麼但是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如果說 他是用軍事上對抗 那麼如果拜登上台的話 有很多比如說貿易問題 拜登說我們關稅問題我要解決掉 疫情他也不追究責任 但是說 比如說華為的問題 這個牽扯到美國的核心意義 我想美國和中國 還在很多問題還繼續抗爭 但是拜登的抗爭的方式 可能跟川普不一樣 他要回歸國際社會 回歸國際組織 用別的方式 就是說 會比川普更加溫和的 和中國就是交涉 但是中美的這種對立關係 競爭關係應該不會改變 局長讓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是川普連任的話 照你的說法會加強 對中國抗中的力道 所以換句話說 換另外一個角度 對岸的領導人習近平 他的壓力就更大 尤其在明年的時候 是共產黨建黨百年 他最大的政策 就是要讓中國全面脫貧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全面脫貧已經非常延宕了 所以他拿不出政經的情況之下 尤其美國如果假如像你講的 加強對抗中的力道的話 那台灣的問題 是不是勢必要處理 台灣問題 但是如果說 美國完全可以干涉 台灣的問題的情況之下 中國是不敢打台灣的 中國在戰後 就70多年以來 他如果說 沒有在美國 不干涉台灣問題 他早就動手了 為什麼 他一直懷疑美國 如果美國全面 支持台灣的情況下 在台海的問題是安定的 但是說不可能否定 比如在南海 或者在中印邊境方面 有就是中美的代理戰爭式的 無意衝突是有可能的 好 同樣一整套的問題 我要請教一下帥將軍 帥將軍 你怎麼看 選後川普或拜登上來的話 對於兩岸的局勢 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可能對局長的看法 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 為了選舉 打中 川普要用 拜登也在用 當然川普表演的比他好 那Sleep Joe是比較弱了 但是選完以後 這個需求有沒有那麼大 非要跟中國為敵嗎 那這個問題 川普是個商人 既成存在這14億的人口的 一個大的製造國 他不可能把它忽視掉 他會持續的抗中 抗中當然要幹什麼 來跟你談商業談判 跟你加關稅 加不平等條約 但是他不可能把這塊肉 全部丟掉 因為你還能找出這麼大 一個生產國家的資源 你能缺嗎 而且你自己沒有製造業 所以選完以後 不管是拜登陣營 川普陣營 對抗中的力道會下降 甚至於利用剩餘的力量來談一個有利的條件 跟中國大陸提個條件 所以你說美國有支持台灣的有多大力道 我是內行人看 假定說我們看到美國的既定政策 把台灣變成一個堡壘 變成一個刺猬 那我就請問你提供什麼刺 你的刺什麼時候到手 這個我們要問 將軍我們現在 因為陸陸續續好幾波的軍工 我們有足以成為刺猬了嗎 這個刺猬還不夠多 還不夠 因為我講 台灣 你連花了4千億還不夠 不不 你要聽我這樣講 不是我情緒上的這樣 我們空軍最需要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跑到一被炸掉以後 260架飛機 沒有一架能起飛的 那你沒有空油怎麼打 沒有空油就沒有海油了 那今天我要的是F35 8年前我當立委的時候就拼命要 那個時候就看出這個問題 因為你任何飛機沒有跑到 就等於沒有飛機 那你F35為什麼不給我呢 那新加坡都有 韓國也有 日本也有 這麼多國家有 你至少你說 我軍員要讓你變成一個刺 刺最尖銳的一個就是空中的力量 好 第二個 反艦飛彈 最近台灣很高興 拿了一個什麼Mark 48的反艦飛彈 你要知道那是庫存品 庫存 模擬已經淘汰了 除獄了 現在日本 德國 很多國家買的是下一代的 S打頭 SLM 可是我記得我們還多人 叫三倍的價格 那當然 庫存品還賣貴一點 庫存品還多三倍價格 對 你還有那個無人飛機 無人飛機說一個爭一個打 真實偵查 我們自己的屯元可以偵查 你買這麼貴的只有四架 打 帶四發飛彈 你打誰 四架加起來四十一十六發 你去斬首習近平嗎 所以問題就是說 我看你賣的軍火 包含艾布蘭戰車 包含阿伯丁火炮 都是他已經要排換的軍品數量 我們國軍用了這些 舊東西 股東集東西 我們用了很多年 一看就知道 後面的問題就是 維修補保的問題 現在的危機在哪裡 危機是現在 你要站在習近平的角度來看 你美國兩黨為了選舉 產生一個總統中間 有這麼多紛爭 誰能下決心說援助台灣 還是跟中國大陸正面開仗 這個決策 決策階層 因為包含國務院所有的班 你都要換 所以將軍你說現在沒選的混亂期 很可能是對岸下手的時間 對 他來講 這個是你一個弱的時候 第二個 美國的軍力 這麼多年除了打仗的消耗 並沒有生產更多的東西 因為中國大陸 對 你整體的軍力是比中國強 但是到了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250公里以內 美國沒有完全的勝算 不是我胡說的 美國的智庫兵推 18次都失敗 所以你要站在習近平 他的野心裡面怎麼會想 是你美國的弱點 你的軍方的實力又不能擋我 台灣現在要的武器 所有刺衛的刺都還沒到手 你現在開了這七項武器 你要三年 五年才能夠變成戰力 我東西拿來了 還要訓練 只要拿到就可以稱刺衛了嗎 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我給你一個新手機 你都要花個一兩個鐘頭 就搞清楚 所以問題就是說 問題我們台灣 包含我們國內外要團結 真的要小心 要不然你看國防部 為什麼最近那麼忙 不管他表面做什麼東西 他股子裡是在戰備 因為我認為從現在到明年的2月 美國才能夠穩定下來 政權輪替 接替才能夠穩下來 那麼這個時機 大陸會放棄嗎 所以我覺得台灣 面對這新的局勢 一定要步步為營 更多的選戰話題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